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谈的串奖是Land 它也是我们文革化知名的艺术家的策刃 那这个《Viewing and View Out》这个展也是Land来策划 那么今天的讲座也作为我们西方现代艺术讲座的第九讲 那么我们今天讲座主要的目的也是传播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 也来介绍本地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那么今天的Jack Wall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世界知名的艺术家是我们文革化本地的初衷在本地 那么现在就请把时间交给龙泽阳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OK 谢谢大家来到现场以及在网上听我这个讲座 首先非常感谢草飞先生邀请我参与他们的艺术漫谈的系列 其实草飞在一年多前已经发出了邀请在他们最初策划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疫情各个原因所以就一直没有实行 然后前几个月他在问我的时候 我说刚好我们要做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是Jeff Wall Jeff Wall是温哥华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在世界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就想说借他这个系列讲座 我们就不如来讲一下Jeff Wall 因为Jeff Wall可能对于很多华人来说 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是在整个西方来说 无论是艺术还是大众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我们画廊正在展Jeff Wall的这个展览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关于Jeff Wall 那我这个主题就是Jeff Wall与温哥华 Jeff Wall与温哥华 这个话题 因为Jeff Wall他本身就是在温哥华出生的 然后在这里长大 在这里学习 然后他的整个创作 整个过程大部分时间都是与温哥华有关 那所以的话他本身他个人就是跟温哥华这个地方是很有关系的 那很多在世界上可能大家觉得讲到艺术不会讲到温哥华 温哥华可能就是好山好水吧 所以就华人比较喜欢说好山好水好无聊 但是其实里面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特别是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讲座讲完 Jeff Wall与温哥华互相的关系 然后让大家会更加对温哥华这个地方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之前我讲过一些讲座 比如说关于加拿大 我通过加拿大通过视觉艺术去谈加拿大整个环境生态 人文种种 那这次呢 也是这样子 我想通过Jeff Wall去讲温哥华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子的 那首先呢 我们先讲讲这个词叫温哥华学派 这个已经是进入艺术史了 这个不用讨论了 这个已经是在整个艺术史上有了一个 我们说就进入了教科书吧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起来 然后到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这个学派 但是当然最初的时候像Jeff Wall他们这一群艺术家 并没有说我们就叫温哥华学派 不是这样子的 只是说后人后来的人研究的人不断的在提起温哥华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发现这一帮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都是跟温哥华有这个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就把这个当时他们把这个叫其实是叫做观念摄影 这个photo conceptualism或者是conceptual photo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专业名词就变成了 慢慢变成了一个Vancour School这个温哥华学派 那这里面自然最重要就是Jeff Wall这个艺术家 我刚才所说到了就是这个观念艺术的话 他现在来说已经成为了这个艺术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因为我们通常说无三十年不成十就是说你没有三十年的话呢 你不能够讲这个是历史 因为你在这个身在这个中间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我刚才所说了他们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art movement这个艺术运动或者说艺术流派 所以的话呢他离现在已经已经40年了 所以就我们就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些艺术史的评论家批评家 还有艺术史家他们都纷纷的把这个观念摄影写进了他们的艺术史之中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观念摄影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拆开这两个词 一个是摄影一个是观念就photography跟conceptualism 这两个词啊去我把它给分解啊 让大家了解啊这样的这两个词汇 首先什么是摄影呢 摄影呢 他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的话呢 可以说没有被人当作是艺术 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我们所说的记录式的一个媒介 比如说在出版的报纸啊杂志啊 经常会用到摄影图片啊这样子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的话呢 啊 艺术界都不承认啊 摄影是艺术的一部分啊 摄影从191839年被发明以来呢 他就一直被艺术界排斥 因为呢摄影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物像的原理就是 他是很客观的 你一拍出来的话东西就很真实 而在19世纪的时候呢 当时的绘画呢 还是处于一个我们所说的 古典的写实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于很多画家来说就觉得哇 简直这个摄影来了 他们就没饭吃了很快就没饭吃了 所以他们很害怕 所以一直很排斥啊 摄影作为把它放到艺术里面啊 等一下我们会会谈到这个东西 而像其他的门内 比如说1896年电影发明了 然后呢在1911年可能就是隔了十来年间 就有这个理论家 像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电影人 乔托卡鲁多的话 他在一个这个第七艺术的诞生 这个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出了 这个电影是一本艺术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现在啊 完完全全啊 电影界都是这样说就是电影就是第七艺术 那好像比摄影也是要晚的这个录像 它是1956年的时候呢就被发明出来了啊 索尼呢就是发明了第一个磁带记录的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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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 然后呢在才过了9年1965年啊 索尼第一次啊啊 这个发明出了这个啊录像机就是拍摄的这个录像机的时候呢 安德洛霍跟白南准他们就各自拿了这个啊录像机啊 去录他们的这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不知道谁先随后啊 那两个其实时间应该没差多久的都被人们就是认定为这个录像艺术的开始 所以一个是电影从发明到被人承认是艺术只有十几年间的这个差距 然后这个录像更短从发明到这个啊 艺术家拿来做艺术就只有9年的时间 但是摄影的话有100年这个是空白的 大家都不承认摄影是一个艺术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人很多我们所说的这些摄影师呢 啊他想通过摄影这个手段呢 去进行一种我们所说的艺术的表达啊 这种艺术的表达就比如说啊这个1889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啊 啊我们叫做话译摄影就是啊啊Pactorialism啊这样子的 包括当时有很多很出名的这些摄影师啊 啊Emerson啊Paul Strange啊啊Stiglis啊 大家都知道Stiglis这个是很很出名的这个摄影师啊 啊他是那个啊 osias 那个那个那个喔 ovich的那个老公啊 啊然后还有那个啊 啊 cha ang 啊这些摄影师的话呢 那他们在当时呢 就是啊 發起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画意摄影 就是说 他做的这个摄影的话呢 会像一幅油画不过是黑白的 这个画家就很安心了 我画的画意是彩色的 你这个摄影想模仿绘画 但是它是黑白 那还是差了一截 我们所说这个摄影它没有所谓的独立性 它还是人们去想象说我要做一个摄影是有艺术感的摄影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艺术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人称这种叫做 fine art photography 就是艺术摄影 然后到后面稍微接近一点的话 就比如说像打打主义跟超现实主义里面 就包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满瑞曼雷 他当时就是做了这一张 可以说有点带拼贴的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他其实是直接把小提琴的上面的那两个符号 直接贴在了女人体背上面 就是这个作品叫做小提琴的一个天使 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所知道打打主义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是跟拼贴有关的 也有很多利用图像把它给剪下来 然后拼在一个画面上 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其实很多人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跟绘画是一样的 它是以一种绘画的形式去做摄影 而且曼雷在当时实际上在当时打打主义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是风头完全也是被杜上所盖住 在我们说打打主义里面 我一直是觉得曼雷他的历史的价值是被低估了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一张 这个Herbert Bayer的这一张 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摄影 也是当时来说是非常前卫 但是也是比不过像超现实主义的 像Rene Margaret 玛格丽特 还有萨博多达利都比不上 他们对于摄影做超现实主义的话 当时也是相当的惊人 看怎么照片能做成那样 那个时候是没有Photoshop这个东西的 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可能也就是一阵风的过去了 就没有对有太高的一个评价在里面 现在我们都把这些都会看作是艺术了 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承认的摄影是艺术的一部分 然后再回追过去往前找的时候 才找到这些艺术家 说这些作品也是艺术 那回到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什么是摄影呢 摄影的话呢 基本上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被三个人所定义 一个是Robert Carper 一个是布列松 一个是Ansel Adams Robert Carper的话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接近接近再接近 英文就是closer closer and closer 他是一个战地摄影师 后来呢是为生活杂志做拍摄的 他拍照片的话呢 他是冲的最前 我们所说 他冲到比那个士兵还前 所以就为什么有了这一张 当时惊天动地的一张照片 就是拍下了这位西班牙士兵 在被子弹打中的一瞬间 这个士兵在倒地 然后又没完全倒下来 在当时没有像现在的摄影机 有连续快门可以擦擦擦擦 没有的 就是还没有那个掰 我们说那个扳快门的那个拉的那个东西 他那时候莱卡是转盘 你要这样子扭转几下 然后他才能够过篇 然后再按一下 然后再转偏 所以拍一张跟另外一张之间的话呢 最快也要三秒钟吧 所以他能够拍下这一张的话 真的是运气超好 我这么说 但是有一个观点 就是他说对了 就是说他必须要接近 他被拍的对象 尽量的接近 因为我们想象一下 在当时的环境 没有电视广播 只有收音机 然后我们只能够看报纸 才知道战场上面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的话当时的报纸也不是说 报纸上就一个大副的照片 都是一个小格子 很小的一块在上面 那么看的时候的话 如果你的拍摄的对象不够接近 你看不清楚他的话 在报纸上面可能就是一丁点 你连他的表情都看不出来的话 那这张照片 就其实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所以的话 他的观念就是说 我要尽量地接近对象 然后能够很清晰地拍到这个人物的关键点 好 这个就是他的观点 所以这一点的话 基本上就变成了所有所谓的这种 press photography 就是报导类的 就是新闻类的这些摄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无论后来用的是插入广角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我要冲到最前 把这个真实发生的那一刻 把它给抓取出来 然后第二个人呢 就是Henry Cathy Breton 他这个就是说决定性瞬间 就是说每张照片他都可以说故事 但是这个说故事的话 你要别人说得通 或者说感动到这个观众 怎么样 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摄影本身 他的这个叙事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的话 这张照片 比如说像拍这个小孩子 拿着两瓶酒很高兴地走在这个大街上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拍好 可能这个小孩子表情没拍好 那这张照片就毁了 是吧 所以的话 这个怎么样 你追着这个小孩子可以拍很多张 但是哪一张才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决定性瞬间 就是说你在哪一刻摁下快门非常重要 而且除了说对象以外 还有整个构图 还有周围的人 那个哄托 还有环境的哄托 怎么样去构成这个照片的一种故事性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这个也是决定了这种我们叫即时类摄影 就是documentation或者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后面的所有的这些摄影都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准则去走下来的 然后第三个人呢就是这个Ansel Adams Ansel Adams呢他是拍大画幅的 就不像前面 Robot Carp跟Bresson 他们是拿那个小相机去拍照的 他是拿大画幅 那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要影像要极度的精致 要能够体现出那个对象的质感 层次感 以及那种就是风光里面的那种壮丽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的话呢 他是用大画幅去拍 而且他还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技巧 叫做分区曝光法 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提及到这三个人 在这里面起到的关键因素 但其实不只是他们 就是塑造了摄影的定义 并不只是这三个人 而其实他们背后也是有一帮的人 像Ansel Adams 其实他就是F64光圈小组的代表的 一个人物 那Robert Carpenter 是战地记者的一个代表的人物 而Cartier Bresson 是济时的摄影的一个代表 但是这些观点 因为是他们首先提出来的 所以我就说摄影的定义 就是从这三个人开始 所以说摄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所谓的真实 我们拍下来这个物像 它天生就有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而也是因为这种真实的话 就被艺术排斥在外面 因为很多人觉得 你只是客观的在反映物像 那这个东西跟艺术 其实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比起古典主义 甚至到现代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 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在这里面 直到80年代 这个关键摄影的出现 人们就开始承认 摄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或者是艺术里面的一个门类 但是这从1980年回追到1839年来说 就已经超过了一半年 然后我们刚才讲完什么是摄影的话 就要讲什么叫观念 观念艺术 conceptual art 简单来说 观念艺术就是1960年代 在美国以及加拿大 首先出现的一种art movement 它首先是我们强调 我们所说的这种观念为先 不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作品 而且首先要有想法 想法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想法 它未必能够最后成为一个作品 甚至他们还反反对作品 就是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做完就算了 不要留下来变成一个作品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变成所谓的作品 然后都能卖钱 然后都能卖很多的钱 所以艺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悖论 艺术家不停的在反对说 艺术要被这种物质化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都是被物质化 最早这个术语是出现在1961年 就有关于观念的这个词 这我就不细讲了 大家知道就好了 然后真正成型的是1968年的时候 观念艺术这个词 首先就在这个art language里面被确立下来 我也举一些例子 就包括像 其实这个就是更早一点的 那个前卫主义运动 法国的前卫主义运动 像伊夫克莱因的做的这一张照片 好像从一个窗户跳出来 然后要摔到地上的这一瞬间 其实这个照片是造假的 它是分开了上面跟下面 然后把它最后给合成起来 然后放在了一个报纸上面 像一个事件一样进行一个报导 但其实整张报纸都是假的 上面都是说跟这些 观念艺术有关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Piero Mazzoni的 我这里也有一个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个copy 就是这个艺术家的史 这个也是一个观念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上找这些文章 这些资料了解一下 然后还有刚刚才过的 这个Lamb也有参与做的这个Art Birthday 1月17号 这一天被定为了这个艺术的生日 这一天也是这个一个艺术家 然后就把这一天定为艺术的生日 1月17号 对1月17号 然后就把这一天定为艺术的生日 然后Jof Wall在1969年的时候 他也做过一个这样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纯观念的 这样观念艺术 他就做了一本叫做Landscape Manual 风景手册的一个 像一个剧本的一个刊物 一个Magazine 就作为了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在1970年的时候 就参加了纽约MOMA的展览 大家应该都知道MOMA这个美术馆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个美术馆 但是在当时其实MOMA成立的 应该是没多久的时候 所以当时MOMA不像现在 现在基本上都是做沉淀展或者回顾展的形式 在当时的话 他们还是会做很多跟当时的艺术观念有关的展览 就非常活跃 在整个艺术界里面 也是这个观念艺术的一个集中地来的 那到底什么是这个观念艺术呢 我简单来说就是说 大家把艺术 把生活里面的很多细节 把它都拆解了 然后把艺术融进了生活里面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的一个东西 大家就希望去通过这个去打破传统人们觉得 艺术就是说我画一张画 这张画就是一个所谓的艺术品 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概念 就是它可以是everything 你可以说一支笔是一个艺术 你可以说一支一张纸是一个艺术 或者说你写了一句话可以是艺术 就相对简单的方法给就大家去解释 这样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然后刚才我讲到就是讲了什么是摄影 然后什么是观念 然后这两个东西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里就有了很重要的其中一个作品 就是70年Ean Wallace做的作品 叫做Pen Ames Game 他是在跟Jeff Ward在伦敦的时候走在路上 然后拍的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个里面 从到外面接紧的一个连续拍的几张照片 然后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 图像的叙事其实它可以不像画 那在这个照片我简单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好像一个下楼梯的这样的形式 其实它就连续拍了一二三四五 五张照片从里到外这样子拍 从左到右这样拍出去 然后在拍的时候 大家因为这里可能有点小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细节 就是说它每拍的一张的话 其实比如说有人在走动 或者里面的人 它的位置就会不一样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最早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想说 Ean Wallace 可能想说把它变成了一张 我们所说的Panoramics 这样的一个照片 可能反正变成一张长形的这样子的 通常的这种宽荧幕的照片 但是它拍的是用小相机拍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要把一张张剪下来 然后拼成一个长条 但是它发现原来每一张里面 一旦你把它拼起来的话 那些人物可能就拼不上了 但是它每拍一张 其实等于就是一个时间的切片 这五张下来 其实时间是不一样的 然后人走动的位置变得不一样的时候 人物的空间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他就把这个排在了一个平面上 一个下楼梯的这种方式去排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发现 它没有改变原来它拍照的这个顺序 然后每一张里面代表了一个时空的状态 这个就使得这个照片有了时空上的变化的意义 我们所说的这种时间的时间包含了在一个平面的作品里面 这个是绘画做不到 你看达利的作品不可能有这个吧 是吧 达利表现说时间的流逝 他是把一个时钟把它给变软了而已 他的叙事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伊恩罗德斯还是利用了摄影 他的本质就是说它是一个计时的东西 他没有造假 我只是他拍的时候也是拍了这几张 我原生不动的把它给按这个顺序把它排下来 让人产生了这种时间的观点感在里面 这个就他就认为有了独立的意义 他就可以说摄影就是摄影 这个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基础在里面 从这个开始很多人都会追风说 这一张就是观念摄影的一个开始 还不是Jeff Wall 但是最早Ian Wallace开始了 但是偏偏Jeff Wall变成了最出名的那个 那我们来看看 Jeff Wall到底他做了什么 以这一张为例 可能大家看这张会不会觉得比较眼熟 是在哪里 这个其实就在离我们现在这个画廊不远的地方 就在约冷街加main街的那个天桥底下拍的 这样一看的话 大家会看出一个什么这个故事情节在里面 是不是觉得他拍的这个天桥底下的几个流浪汉 是这样子 看起来很像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title 这个title叫做Storyteller 那Storyteller说的是什么呢 他就不是流浪汉 他其实讲的就是原住民 这里的原住民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张作品上 那我们会问 为什么原住民要坐在天桥底下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 原住民 他本身就是在这个土地的 但是在这个整个城市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城市变迁了 但是他们的地盘却没有变 可能几千年前这个地方 他们的祖先就是坐在那里聊天 讲故事 因为Storyteller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们的历史是通过口耳相传的 他们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一代传一代的传给下一代的 但是这种事情有可能就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变迁被中断 好像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他们原来聊天的地方 这个讲故事的地方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天桥底 让人觉得他们是不是一堆流浪汉还是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局部来说就不是 而且Jofford做这张作品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原型的 他的参照就是 曼内的这一张草地上的午餐 这张非常出名的一个作品 我们看到他的姿势 这个几个人的摆放都很像 但是Jofford特意把草地上午餐的这堆人物的造型摆在一个角落上面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然后我们回到看马赖的这张作品 这张作品本身也是很有真意性的作品 马赖当年拿着一张画 草地上的午餐这张画拿去参加法国那个沙龙 就是国家沙龙最高的一个展示的展览 但是就被当时的评委给踢了出来 说这张画不难展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张画描述的是巴黎 所以边上的布诺尼森林里面 妓女跟男性在那里循环坐落的一个场面 当然他否认说你画的不是这样一回事 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一回事 而且他的画 当时我们所说 甚至在艺术史里面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说这个是印象主义 是因为这个画画的特别平 跟古典主义的画法不一样 古典主义的话 他画的会有层次感 众生感 但这张画又画得很平 然后女人体又画得不够唯美 然后又有很多笔触 这个就很印象 其实我认为这些都是bullshit 其实我是认为马赖 他不是没有技法 不是没有训练的 而是他特意要画成那样的事 他要画得特别平 却让人产生质疑 对这样画 产生他为什么 这种想法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画 他是一种反讽隐藏在里面的 所以我回到Jeff Ward这张作品来说 他就读准了马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所以他就利用了马赖炒地上午餐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摆post的这样的东西 就放回他的作品里面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所说一张作品要有美感 什么是美感 大家谁告诉我什么是美感 美感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定义 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分割 6.18是吧 没错了 黄金分割 这个是绘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你在一个绘画里面 重要的东西要摆在画面的6.18 就是所谓的三分之二 稍微低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你看到什么 这个背影 他的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位置 刚好就是一条天线 打横把整个画面给切过了 我的老师 我的摄影的老师 曾经告诉我说 摄影有三个天敌 什么是摄影的三个天敌呢 第一个大雾天气 浓浓浓浓浓浓你拍出来什么都拍不到 然后第二个 从事里面飞来飞去的天线 特别是你到一个古城里面拍 然后突然间出现天线 这个就很违和感 拍不出那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所以天线非常反感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你在抓拍一个现场的时候 突然把自己的影子给拍进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摄影界里面流传的三大天敌 但当然了这个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 只是说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 就比如说像大雾天 你买这么好的一个镜头 几万块的装备 然后拍的东西都能够拍得很气质 然后大雾天拍出来懵懵懵懵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相机太差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那天线也是 在很多很多照片 包括那些即时摄影里面 范牙photography里面也好 只要是遇上天线的话 他们想办法在后期都要把它给修掉 但是偏偏的 就是Jeff Werner就拿这个事情来说 是在构图上刻意 这个天线就摆在那里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 他就是这种人为的 好像这个天桥 还有这个天线都是非常巨大的 很影响的视线 反而是把这些原住民 把它给压缩的 在一个角落很小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出人跟城市化进程这样的一种对比 一种冲击在里面 去逼迫你去思考 到底Jeff Werner他想说一个什么事情 这个画面一点都不美 但是他会逼迫你去想很多事情在里面 好 然后这一张我也是在之前没有完全读懂Jeff Werner的情况下 我也是看不懂这张作品是什么意思 但是刚才我说完了刚才Storyteller这张的话 那可能大家就相对就会看得懂一点的 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你可以完完全全发挥你的想象力去 去编一下你自己的版本 你觉得他在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 这张作品叫Milk 很简单 就是这个整个洒出来拖出来的这个就是牛奶 那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刚才好像这里 很多人会误会说 这个坐在天条底下的是流浪汉 但实际上是原住民 那我认为这张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看他的穿着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人 就不像是流浪汉 但是喜欢坐在地上 那也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原住民 然后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要把一个牛奶给打爆 让他这样飞溅出来呢 那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说 可能有个人看到他坐在地上 以为是流浪汉很可怜 然后就很好心的给他买了一盒牛奶给他 然后他就很不开心 他觉得我不需要施舍 我为什么需要你的施舍 好像他就很生气的把这个牛奶给打爆 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想的版本 至今我还没还没那个找到证据 然后杰富他自己也不解释这个 不是在说了Liquid Store骗他吗 当然有可能啊 说不定可能牛奶也过去了 然后他喝了一口那个 你Liquid Store买了酒一定要用个纸包装在外面的 这个也有道理 可能如果你流浪不需要一个纸带在外面 你可能走在Profit喝牛奶 这个解释也很合理 剪到一瓶酒原来牛奶 然后就非常生气 这样也对 也不会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就是杰富多其中一张很重要的作品 他的拍摄的背景也是在我们这里附近 可能是Cordoa街或者是Powell街 是吧 Francon街 OK 那这张作品这个叙事性 很多人就很容易一眼就看得明白了 这就是白人手托着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 是不是女友就不知道了 一个女性的朋友 然后另外一只手假装可能在脑头发还是什么的 但实际上他是举了一个宗旨 对着走在他稍微前一点点的这位亚裔男性 然后亚裔的男性装作没看到 然后用一个比较蔑视的眼神盯着他 那这个作品本身就相当的在故事情节上 就是有一定的塑造性在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对亚裔的这种歧视 可能在普遍的这种西方世界的一种存在 当然在温哥华的话 亚裔的人群是相对大 而且刚好我们说到frankenstreet这些位置 曾经就是瑞裔还有明杰这边是华裔聚居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的话去拍这个作品就更有故事性了 这个白人他并不是用一种就是说欺负亚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而是假装在脑头发或者怎么样子 然后实际上举着一个宗旨 而不是说我伸长手指伸长一个宗旨 这样子对着给他 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是一种就是相对会隐晦一点的方式 去摆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出来 这个就引起我们对这张作品 它的一个背后的这种生成的这种原因 进行了一个思考 而且这一张也是Jeff Webb 他第一张在街上拍的一个作品 看起来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street photography 就是街拍的一种拍摄方式去做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张并不是街拍的 而是他请的人在那里摆拍出来的 那这张作品他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厉害呢 因为他完完全全符合了我刚才前面所说的三个因素 Closer, closer and closer 拍的很接近 然后也是一个决定性瞬间 一个举着宗旨 然后另外一个人以一种蔑视的眼神 这个回过去给他 很有故事情节在里面 然后他还是拿大话筒去拍 然后放大一个巨幅出来 他就有了这种很极致的这种自感细致的画面 然后他又放得这么大 放得跟等人大 看起来给观众的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在里面 但唯一对一样的地方 他不是像前面这三位前辈所说的 这个是把他给瞬间拍下来 而是通过我们所说的就是还原现场的一种方式 剧场性的一种制作方式 他把它给制作下来 那从这里的话 我必须要讲到Draft4的两个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大家在我们画廊所看到的 这种一个是灯箱 一个是巨幅 因为我们画廊比较小了 就没有像真正Draft4的巨幅那些作品 这次他带来的都是这种中副还有小副的作品 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些作品 但是他的就是最significant的 就是最标志性的作品 就是大画幅 大尺寸的画面 基本上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在2米4成3到4米 这样的一个幅度 把它给呈现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呈现的方式就是灯箱 在他看来的话 他就有一个文章就专门介绍他为什么要用灯箱去作为他的一个载体 因为他说他希望观看摄影的方式就从人们日常之中都是打开一个报纸或者杂志 这样去观看的 离他很近 但是画这个图像的这个画面非常的小 你杂志顶多就是这么大一个 并不是很大 这样去看 他觉得这个不是一种适合观看艺术的一种方式 如果摄影作为一个艺术的话 他就必须要回到像美术馆里面 人对着油画这个距离去观看 就是说你可以退后去看整个画面 然后你可以走进去 近距离的去观看每一个细节 这是他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艺术必要的一个因素 非常必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假设这个作品是打印出来 然后你摆在一个油画旁边 那这个摄影就会被比下去了 因为打印的话你肯定是比不上油画画的笔触啊 那些质感的那些油画油量所产生的高光啊 这些这种立体感 或者说还有就是画家在描绘对象的时候 所谓的栩栩如生的这样的感觉 这个绝对是比不上的 但是他想到用灯香 灯香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里面这些灯管 它是一个日光灯 它日光灯的话能够很好的还原摄影的色彩 然后它是啪一下子很亮的把它给呈现出来 你试想一下如果旁边摆一张古典油画在旁边就比下去了 古典油画就比下去了 因为它是背后发光的很亮的 然后油画就变得暗淡无光了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他觉得摄影就必须要用这种灯香的方式去展示 才能够脱离原来人们对油画的感觉 当你在看他的摄影的时候 这种真实的感觉才会呈现 然后这种日光灯所产生的这种外光的感觉 其实油画也是强调这种外光 但是它是通过油料去描绘的 而摄影的话 它是觉得通过灯管发光 就能够很好的还原这种日光的感觉 所以他的作品的话 绝大部分都是巨浮然后加灯香 这个也是成为了他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一种媒介 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张 这张就是他其中一张最出名的作品 这个Sudern Gust of Wind 这个一阵风 这个是在列治文拍的一个作品 那刚才我们说到前面 Mimic这张作品 反映的是一个跟 亚裔骑士的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然后我们看到 Sudern Gust of Wind 这张也是跟日本有关 但是他们找到这个原型 是葛世北斋的这一张 有富士山的一阵风 这一张水印版画的作品 作为他的拍摄的一个原型 他拍的也是一阵风 把人的手上拿着这些文件都给吹散掉了 这样一个有趣的画面 他这张是在1993年拍的 那时候就刚刚开始有所谓的数码技术 就是用电脑去辅助制作影像 但是那时候很慢的 做这个不是像现在Fotoshop这么容易的 但是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拍了几百张照片 把它分解 然后重新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构图 那这样的process 其实跟绘画也是相当接近 绘画是一个个的把它叠加上去 但是他就是通过摄影去重构 让你首先在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以为它是真的 实际上是假 文化全身是一个假的 所以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你去思考 到底这个世界什么是真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观点 可以说贯穿了他的所有的创作 然后呢 这一张也是跟这个雅翼有关的 我们一看就像一个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地下工厂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局部一看的话 这肯定又是加拿大的 你看那个电插板就知道了 在这个天花这样子掉下来 就是一个对下的手工厂法吧 我们可以说 一个这个老板 哇 这个像这个工人这个垂胸顿竹啊 非常的气愤 然后呢 那个工人呢 正在这正在车衣服的这个这个车衣工呢 就是一脸无辜的在回望着他这个一个一个故事性在里面 所以他的作品呢 就是一种很有剧场性的这样的一种作品 而这张作品呢也是他实际上呢 每个人都是独立拍的 然后又重新放进去 然后同样另外一张也是在表现这个地下工人啊 这个在社会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场景啊 在这一张这个啊 不知道在修灯泡 还是还是在麦当炮的一个这个一个男人 很明显他是一个黑人 然后呢 他这个作品呢 也是based on 一个啊 作家他的这个啊 Ralph Edison 的这个作品 这个Invisible Man 一个这样的小说 based on 这个小说 然后呢 重构了整个这个这个场景啊 这个上面有很多灯泡 有些还发亮的 但是呢 啊 在在里面工作的这个人呢 是啊 是一个黑人 而且呢 大家知道这个啊 他的工作室在这个我们这个区域附近 然后像power street啊 啊 Strange Corner 这些地方呢 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黑人的 啊 聚聚的去 虽然在温哥华黑人不多 啊 但是呢 啊 我们我们平常见的不多 所以的话呢 就感觉是更不可见 更不被见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 他们的位置是怎么样 是很很不可见的 所以呢 这个作品呢 这个作品呢 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面貌在里面 啊 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啊社会中下层不同族裔像刚才所说到的原住民亚裔到黑人啊 都很多都是反映这些题材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人就是关注在这种啊 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各个各种 隐含在里面我们看不到的这些现实状况 好 然后呢 这张非常特别 这张叫 An Eviction 它的这个题目标注里面呢 写着1988年跟2004年 那这张作品呢 实际上呢 是有两个版本 这张作品呢 呃 远处呢 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 那个Central Park旁边 啊 那个 呃 Metro Town 那时候还没有高楼 那现在往那里一堆高楼 啊 他拍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我们放大一下这个局部 啊 就是 那个警察呢 跑到一个人家里面呢 就把一个不知道是犯的事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给抓走了 然后呢 嗯 那个 他的 应该是他的老婆吧 他的夫人呢 就追出去 然后呢 关键呢 是 在屋檐下面 那个门口那里呢 还有一个小男孩 那个 看着这个情景的一个发生 那他为什么会有两个版本呢 两个版本呢 啊 第一次1998年做的时候 1988年说错了 1988年做的这个照片的话呢 其实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在旁边观看的那些人 在旁边观看的那些人呢 的 Pose跟他的摆的位置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呢 04年呢 他除了那些摆的人不一样之外呢 他还做了另外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在这个作品旁边呢 还放了一些录像 这些录像呢 分别呢 是以一个close up的形象 就像我们看到这里面 就有这个男孩子的一个特写 在这个录像里面 但是他放的是一个慢动作 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录像 只是几秒把它变成一个慢动作 在这个录像里面 就能够我们很清晰的看到 站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小男孩 他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 他这个就变得很有趣了 他从一个单独的一张摄影作品 变成了一个摄影家录像的一个装置 去感觉是以不同的角度 去还原这个事件本身 那让我们去回溯 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被抓的这个人是无辜的呢 还是真的 真的就是一个坏蛋呢 然后但是这个小孩子就明显 他无论他爸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是他看着这个情景的发生 他他就相当的恐惧 是吧 那很明显这个作品呢 啊 啊 杰弗斯站在一个表面上 在整个画面看起来 好像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件的发生 但实际上我是觉得 他是站在一个小孩子的这个角度 去去回看整个事情 这个最后的这个受伤害的人 最受伤害的人可能就是这个小孩子 嗯 刚才杰弗斯已经讲到 其实每个人 你看到他的作品 你都可以由你自己的解读 他他不解释 是是有他的原因 但是他是在每个作品里面 他都是非常的这种精心的一个布置在里面 然后呢 让你这去做一个观众 怎么去解读他的作品啊 这是一个他独有的魅力所在 然后他们的作品的话呢 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就包括很多啊 世界有名的艺术家啊 比如说像啊 安德鲁格斯基 嗯 这是他的 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而且是他卖的最贵的一个作品 现在不是 价位不是他最高了 就几年前这个作品 还是就是最贵的摄影作品之一 然后他的早期作品的话 你看 就很想着货 但是他在他的一个访谈里面 他也毫不掩饰的说 就是 Jofford对他真的是很有影响 然后 Roy Graham 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Vancour School里面的这些 啊 艺术家像Cham Lum Stan Douglas Steven Watteau 还有中国的这个艺术家 王姓松 啊 虽然他否认 但是从从一个死学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很难 哈哈 收没有影响 哈哈 然后啊 这个相对年轻的这个中国的一个艺术家 他成为啊 他的作品也是啊 啊 不过更像 这一张更像那个 Stan Douglas一点 不过Stan Douglas本身就 就是很像 Jeff Wall 所以也是这个一脉下来的 然后呢 他的作品 除了在艺术界或者摄影界有很广泛的影响力之外呢 他反过来 还影响到电影 其实最早他是想拍电影 但没拍成 然后呢 就把电影的元素浓缩到了这个摄影里面 就变成了他 然后反过来 他又影响回到电影里面 啊 这个摆在这个 他的作品旁边呢 是我很喜欢的电影导演的 Roy Anderson 他的这个获得金钟里奖的这个作品 《韩之确尽》 Roy Anderson 他的作品呢 就这样子 他的镜头是不动的 都是固定的一个一个场景 然后呢 里面的人物呢 在里面一个发生啊 一些互动啊 什么什么啊 一些剧情在里面 他的作品不是一种常规的叙事性的作品 啊 但是在我看来 他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只是这个镜头 而是有很多都是跟Jeff Wolf 是有某种关系在里面的 非常的巧妙 他也不是说完全一样的场景 但是就是那种趣味 每一次我看到 我都会联想到是Jeff Wolf 啊 就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啊 回到我们这个现场 这个画廊里面的这四张作品 我想问问大家 看刚才看到我的 嗯 对Jeff Wolf的介绍 你当你重新去再看这四张 可以说这四张 基本上说这张 你能够看到有一个人之外 都没有人的 我其实全部好像就是一个风景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想问这个问题 你看到了什么 在这四张里面 如果当你知道了Jeff Wolf 他每一张是怎么样去制作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会思考 那你就会思考 我到底看的这四张风景 是不是就是风景这么简单 是不是就是哎呀 这个风景很好看 我就把它给拍下来这么简单 这个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那这里的话呢 我把这个重点勾出来就是这个展展里面 Jeff Wolf 在那个导读里面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话呢也是他的一篇关于landscape的一篇文章里面所说到的 I make landscape or cityscape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settlement 我把重点画出来 process of settlement as well as recognize the other gen that a landscape might consume within itself 把这两个重点 Other gen 跟process of the settlement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他是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思考得到 就是说他想让我们看到这个风景背后所隐藏的某些所谓的因素 某些样式 大家有没有找到这四张的一个关系 那首先呢 我们讲这两张 这两张啊 一张呢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这个这个画幅四成五啊 或者八成十的一个画幅的一个北温的一个landscape 但是在中间的话呢 我们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拍风光的摄影师不会拍成这样子的话 我想是吧 可能他会把中间的那些全去掉 然后前面的电线杆啊 电线呢 都把它给全去掉了 那些东西实在太不好看了 是吧 但是有趣的就是这些东西 它感觉就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变迁的东西 包括这一张啊 Panorumic的这个宽幅的这个画面也是拍的是这个呃 呃 树里 他站在呃 呃 New West这边拍树里 整个一个 感觉是in the middle 在这个呃 建设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 就好像有一个勾机在勾那些啊 杀石啊 这这这个前面的这个我们说说所说的这个钥匙圈这个地很明显就是刚搞好了 然后呢 旁边插了一些牌 看样子就是正在卖 然后准备要盖起新楼了 然后后面呢 这张叫Occlison 后面这个旁边啊 边角上有这个旧的一个呃 监狱 一新一旧有一个对比 然后被运的树里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起来的一个一个地方 那边开始有一些property在建 然后远处的桥应该 呃 应该也是比较新嘛 在当时还是还是比较旧 Forever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呃 变迁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这边park drive 啊 这个Stanning Park 他比起前面那两张的话呢 他就更近了 从刚才最远的North Shore 就是拍摄的距离非常远 也可以说我们观看的距离非常远 然后啊 到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的Occlison 这一张的话呢 相当近一点 我们能够看到人了 然后再近一点 进入了一个park里面 在一个路边去拍这个park 然后到了最小的那一张 直接就是站在一个树头前面拍的 然后他所讲到的这个Occlison的话呢 他在那个文章里面聊述就是我桌面的这一本书 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很好的地方呢 就是前面是图录 然后呢 后半部分呢 是他所有的这些作品 他按照他的时间排序 然后呢 有他的所有的资料的解释里面 就偏偏被我发现 parktry这一 这一张 后面附的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他关于landscape 解释的这一篇文章 是一个篇幅很长的 其他的作品没有这么长的蝙蝠 他就是要强调这个风景在里面所隐含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他里面就其中就有讲到 他这一张就是parktry这一张就是用的是 最传统的摄影的手法去拍 我们可以看到有消失点 然后前面这两张是没有消失点的 其实这两张没有消失点的话 就令我想起了中国传统的绘画 像我现在PPT展示的这一张 唐代女神的这一张作品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 我们叫平远和深远的一种构图的方式 其实非常的相似 你看看起来这两张 就是有这种感觉 而且也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两周过来看展览的有一些我认识的艺术家朋友 他来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 所以也是印证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然后我像OP这一张我还找到了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对应 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个画家名带的沈周这一张作品 你看那个人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跟他的这个构图 然后那个远去的这个众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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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也是 一个摄影一个摄影一个绘画 但是他所取用的这个角度 我是觉得他是跟这种传统的中国绘画是有关的 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就是他学艺术史 他是一个研究者 所以我认为他在拍这两张作品的时候肯定是有想到关于这方面 他不一定是参照了一个具体的作品 但是他是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他的想法在这本子书的这篇文章里面就有讲到 虽然不是很明确的子书 但是就有讲到就是关于他为什么这一张就用的是摄影的方式 而这些的话用的是这种完全平式 像绘画一样的一个过程的感觉 然后后两张就是相对一看做的摄影的一个角度 有消失点 而且这个消失点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然后今天也有另外一个朋友来的时候就给我讲的关于这个Stanity Park 我看到这个Stanity这个location旁边的关于原住民的一些坟墓 他们的祖宗就埋在那里的一些故事 他说他下次要带他的那个原住民的朋友过来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话我就觉得我相当开心 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就是不断地有人去靠送一些新的知识 让我知道这个作品背后可能会隐藏的一些要素在里面 好像这一张树头一些被剪掉的一些质押这样的一个作品 你细一看可能就是一张很普通的一个拍树头的照片 但是这里看得不清楚 这个PPT上看得不清楚 但是在我们这现场上看得很清楚 他的这个作品旁边就有很多那些烟梯在上面 然后还有那个扔掉了这个口香糖的一个壳 它虽然没人 但实际上给你很多联想去想象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搜索板 整个地方就是大家聚在那里吸烟聊天的地方呢 还是说有一帮人就常常在那个街头上生活 然后是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痕迹呢 因为在那个角落处我感觉是那些地方还有被烧过的一些痕迹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会引起很多的想象在里面 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做呢 其实他的作品里面就包含了很深的一些哲学在里面 他实际上很多就基于一个是Gideborg的这个景观社会的理论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现象学 现象学说白了很简单 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并不是这个真实的本质 而他是希望你去发掘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现象学所说到的一些东西 刚刚还有其他东西 那最后总结呢就是 我们刚才所看到 Gideborg他的作品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在温哥华取景 即使有很多是百拍或者是室内蓬拍也好 其实他都离不开温哥华这个地方 就无论取景还是取禅 因为实际上他也是通过实际在生活里面的这些观察 才产生了他的这些作品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温哥华就是他的作品的问题 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温哥华是有关的 然后呢这个东西在整个全球化的浪潮下辐射到其他的地方 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 而不只是说只是在温哥华里面的人才有这样的共鸣 而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共鸣 这样才使得他真正的存留 然后反过来因为这样子就使得温哥华在这个艺术室里面有了一个位置在里面 当我们一讲到摄影就不可能不提到温哥华学派这个Webworth School 就不可能不提到Jump War 大家就会联想到温哥华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我前面所说到的 温哥华怎么样塑造出Jump War这个人 然后他的作品的传播到整个世界去 反过来又塑造了温哥华这个地方 让温哥华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no way 可以是这样子 我的这个讲座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听说 Lav也能补充一下 有什么补充 有什么补充 其实现在时间也很差 感觉到你会很累吧 但是我简单的补充一下 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提到Jump War的时候就是谁 所以主要你看他的作品 就是他人本身他的思想是怎么样 他的影响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他本身从小的时候就对艺术很有兴趣 然后你看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从几个方向的影响过来的 第一个是文学 一个是文学 他本身这个人是看很多书的 他一直一直都看很多书 特别是小说 所以他很多作品都 对画跟扣除 跟画的历史的关联 所以他所有的作品里面 都有融入到对画跟扣除 跟画的历史的关联 所以他最厉害的地方 是把摄影本身 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画的形式展示 在影视馆 这是第一个人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他影响是为什么这么大 那第三点就是电影 电影他其实他在Cinematech 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美术电影馆 就是有很长的历史 就在温哥瓦唐唐唐唐 他曾经在七几年的时候 当过一年的Program 所以他可以说 他对电影的了解是很深厚的 所以他很多作品也是从 好像就是neorealism 意大利的一些 因为我过普通话说的很难 所以有时候参见英文 所以你可以从他这个Cinematech 去看他的作品 第二个我们说到他这个以前 就是温哥瓦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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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 Arden也是另外一个艺术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女性的艺术家 很少人会提到 她是Vicky Alexander 她以前是在这里 现在是住在Montreo 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她现在 应该是两年曾在温哥瓦 美术馆看的很大的个展 所以如果你们对Montreo School有兴趣的话 应该也是要多了解 特别是女性的这个艺术家 OK 然后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为什么杰克会这么厉害 就是他 每一个艺术家 要成为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他肯定要做一些以前没有人做到的 就有突破性的一个行为 从他的作品表层上才可以说 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那杰克波的 在那个时候做摄影的时候 就是以前的话 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 都是小小的一张 但是传统上是 是两个角度 一个是刚才说过的 Victorianism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这是Follow General的时候 就是一些会 就是会到一些社会场景什么 拍一些事件的时候 给他记录下来 这两个是以前我们看照片 最大理事的 很多时候那个照片都是很小的 一张照片 去看 但从杰克波开始做摄影的时候 他是用很大幅的这个scale 去表现出来 然后他里面的内容 也是可以令人家 就是有很多思考的空间 可以当艺术品去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2%在里面 在他之前是没有人做过 从摄影的角度是没有人做过 所以这个是比较他厉害的地方 另外 他很多内容都会说到一些 我们叫做The Margin 就是在社会底层下的人 这个跟他 我看跟他本身生命是有关 他一直一直成长 在温哥瓦这地方 所以就是他那个studio周围的范围 然后因为是大陆意识 所以很多我们就看到这些 在社会底层的人 在挣扎的过程 所以每一个艺术家的 考虑艺术家都有这种同情心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在所谓对社会 The Marginal Survivor Strucking的人物上面 可以看到他这个同情心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 他刚刚做这个摄影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突破性 就是说因为他 take一个很大的risk 那个冒险 冒险在哪里 是他用很多的金钱 很多的心力 去做一个的 在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摄影家 是用这个方式去做 因为他说了 他做作品的时候 是好像用拍电影的一个方式 他要请这个演员 要有一个audition 然后还要请人家去build一个set 所有整个set都要去盖起来的 所以那些是很厉害的 然后再做一个灯箱也是很不便宜的东西 所以他挖耗的那个潜力 信力都是很大的 所以那时候 所以艺术家 特别是摄影的艺术家 是很没有能做到这种情况 所以他的production是很大的 第三个 另外一个我要想提到的是 他只有几个不同的methodologies 就是他的process 他的方法 第一个是 他自己说是cinematography 但是又有一个turns 这个是好像拍电影的时候 他拍起来的内容是一个好像 特别是法国电影 这是一个 法国电影永远在结局的时候 就是the ending 是没有一个conclusion的 是可以命理 一直在思考 是一个open的一个 结局 一个story 所以他的作品是定了一个frame 但是这个frame 里面你可以慢慢指示去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多不同的内容 你就开始有种幻想 一种想象 对 所以你可以去了解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是永远公开的 他不会解释 就看每一个人对他的解释是怎么样 对 永远是一个open的 这是第一个他做作品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叫做documentary 在这个展览里面 基本上这些作品都是属于那个范围 就是一个documentary的一个范围 那documentary是很简单 他不用整个场景去盖起来 也不用请什么演员 还没有什么要有一个扣丝 所以他在这种documentary 这种方法里面 基本上他比较多思考的是在画面 整个扣成画面跟 这个画面跟艺术历史上面的连接 跟他自己想开发的一些新的东西 里面可以找到 那第三个方法就是他叫做near documentary 什么叫near documentary 就是跟documentary很一样 但是他可能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会加上一点东西 那个是特意加上去的 令那幅作品更加达到他自己想表达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叩头 比如说那个cliff的branch那个照片里面 他可能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猜 他可能那个gown package自己放上去 也不一定 如果是他自己放上去 但是从一个documentary变成一个near documentary 这种不同的变化 所以他是用这几个方法去做一个他的作品 做一个扣图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 我比较有兴趣的他做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这是他自己的记忆 一个man 扣图出来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说他可能是以前会想象到小孩子的一些 刚才朋友看到有一张是这个boxing 这两个小男孩在家里面boxing 那个扣图怎么样发生 就是他想象他以前跟他的兄弟 在家里经常做了一个动作 另外最后补充一下 其实他对其他书家的一些advice 就是人家有有些人问问他 他对新意大利书家他会有什么advice 他说一句话也是我感觉是蛮好的 比如说study the best artist and do nothing else 所以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个历史 艺术史还是很多以前很前位很伟大的艺术家画家 他就从里面 他这些电影的导演啊 那些人物 还有哲学家 所以他是从这些最有代表性的能物 他们的思想里面 就通过这种研究 然后就融合在他自己的隔壁上 所以他这个过程也是蛮重要的 然后补充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 非常好 不然的话我看这个很累的 那时间很长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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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